王宣怀疑,宇宙中的古船接收到这些信息和图片后,当有一天返航,他会不会被打?总有种自己确撞枪口的感觉。 算了,他不去多想了,还没发生的事,不用在意。 他们进入通道中的元神之光到底是什么状态? 他在琢磨,应该做些实验,是否要带敌人进去试试看? 他认为,带身边的人进去的话太冒险了,带敌人的话无所谓,随手弄死就是了,没什么心理负担。 关于飘渺之地,关于陨石通道,他必须还得进去,一是没能破关呢,他需要提升实力,二是他觉得这件事还未终结。 一直以为是我的后花园,现在怎么会出现莫测的恐怖事件? 当然,王轩没有立刻就进去,他想缓一缓,吻下心神,顺便找一找看,争取带个敌人一起上路。 接下来的两日,王轩在黄明的茶斋没少消磨时光,可谓虎视眈眈,想找个超凡领域的对头。 奈何,他真没碰上,一个对头都没有,自从新约出现后,各方都很克制,还有什么人敢在救土作乱? 尤其是郑元天死了,横军崩灭,树到狐孙散,早先和王轩对立的一批人都跑没影了。 救土,欣欣,居然这么安宁了,没有超凡思念,没有要么闹事。 王轩叹气,江湖不止打打杀杀,都什么年代了,神话生灵都是很讲究的,明知不可为,还作乱干什么? 再有几个月,所有人都要归零了,你我皆凡俗,不好好把握未来,还去动手厮杀,多粗俗。 周青黄开口,他是这里的常客,虽然知道王轩连白虎少女都能收拾,但是他也没有过于忌惮,依旧自然。 这反倒让王轩也跟着轻松,如果因为实力提升,让一些人敬畏他,还真不自在,也没什么必要。 是啊,现在超凡者都自谋生路呢,忙着做生意的多。 曹青语感慨,早先对王轩的敌意早没了。 王轩点头,有些出神,这群人适应真快,他开始反思自己,七八个月后,他如果接续不上新神话路,归于平凡,何去何从? 虽然他一直有信心,觉得自己能行,会蹚出一条路来,最起码能保住自身的超凡之火不息。 但经历了一次虚实难辨的缥缈之旅后,他有点动摇了,那条路有大问题,甚至他在怀疑,古代是否也有人走到那里,最后还是败了。 魔花是天生榨根在那里吗? 其实,我一直以为那里是我的身体内部,和我的血肉有关,真实对应的,就是现实世界存在的,可是现在看,竟有各种可能,真可能存在一个未知的大世界。 他放下这些念头,现在思虑太多没用,他得想办法解决问题,甚至是穿行过陨石道路,看到真相。 王轩无奈地发现,就土真没有敌人了,不禁自语,我这是天下无敌了。 现阶段连奇连道都不疯了,看到他后本本愤愤,很客气,当然没喊他为书,再怎么说,也是妖祖亲子。 他意识到,现在真正的敌人都是绝世层面,不出现则已,一旦跳出来,就要关乎着他的生死大劫。 出尘的神秘影子,我要是带他去虚无之地,分分钟会将我弄死,暂时啃不动他。 你找敌人做什么? 黄明亲自送来最上等的超凡茶水时问他。 修行路上有疑惑,想验证一下。 王轩心不在焉地答道。 我去。 在场的几人一听就明白了,这是想把人弄死,怪不得找仇敌,被带到的话没好下场。 当日,这则消息就传出去了,王轩满世界找试验品,想印证超凡路。 各位,千万别撞枪口,不然保准被他弄死。 就这么一日的功夫,新兴和旧土都知道了,很多原本行为不算多么规范的超凡者瞬间慈眉善目。 甚至,有少许超凡者跑去做义工了,各种忐忑不安,因为过去的履历不是多么光彩。 接近红线,现在怕极了。 如今谁不知道王疯子厉害,并且守黑,连杀爵士门徒,且连顾明熙这样在仙界富有盛名的仙子都照砍不悟,在他身上留下几个血窟窿。 最终,王轩还是有了收获。摩斯来了,送了他两个人,并且明确告诉他,都是他的仇敌。 他们两个是正元天的徒孙,发誓要找机会杀死你,被我托人从仙界中给弄出来了。 王轩无言,这都能行,送礼送仇敌,还是托关系从大幕后给弄过来的,这让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行吧,谢谢你。 他暂时不想和摩斯解释了,认为他是魔皇沉睡的精神光果,那就继续误会吧。 当天晚间,王轩就再次上路了,让陈永杰和青木布置了各种监控设备,远得近的,安排得很稳妥。 这次,老陈不敢在现场了,怕真被他折腾没了,到时候没地方去哭,尤其是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当父亲了,还是稳一点吧。 夜间,王轩将两个敌人收拾利索后,带上半死不活的他们的元神,进入命土,再次上路。 看,他冒光了,又朦胧下去,即将消失。 不仅有各种监测设备,陈永杰和青木也在远处盯着呢,见到这一幕后,觉得离谱,匪夷所思。 他不会把自己给练没了吧? 快看,他被虚空吞没了,真不见了。 一个大活人,就那样原地蒸发,失去踪影,十分诡异,让陈永杰和青木极为担忧,怕他再也回不来。 刚才似乎有诵经声,若隐若无,一刹那间传出。 陈永杰恍惚间听到了,但又怕是幻觉。 至于青木,则毫无所觉。 宇宙深处,古飞船中,妖主眼眼美丽而娇艳的面孔上,表情鸣固了,那种奇异的感觉又来了。 他的心灵之光蔓延,在话虚,暗淡下去一块,并且,他身上的红色长裙又像是遭遇了可怕的火灾。 这次,敢扯我裙,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将裙子二字说出来了,只是休脑地开口,道,不知死活。 又来了,你完了,来了,来了,他真的来了。 明穴教祖在那里咋舌,感觉离谱,这是谁啊,一而再要将他话虚。 老张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,想揭开破铜镜的封印,但是,最后他还是忍住了,不急。 方雨竹浑身发光,有涟漪笼罩自身,盘坐下去,再默默推延与私存。 仙界,一个浑身都被银袍覆盖的人,默契沉沉,站在云之巅,发出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。 曾有人想颠倒真实与虚幻,让枯竭的虚幻神话化入真实之地。 西纪超凡的望谷长夜就此天明,化作永咒,可惜大败。 现在还有人敢涉及这个领域,化虚为实,化实为虚。 王轩的实验效果很不理想,带人进去后,各种观察,没看出虚无之地的什么变化和不同来。 他百般实验,发现这两人真没什么用,最后一个死在红色云霞中了,一个刚进陨石坑,就被烧没了。 不久后,王轩开始回归了,基本没什么收获,除了又带回来一脚破烂的红色长裙碎片。 他的肉身朦胧浮现,而后清晰,在原地出现了,让陈永杰和清木都尝出一口气,没出意外。 你这是,又死来了一脚烧烂了的裙子碎片? 陈永杰眼神异样,他到底去了哪里,见到妖主了? 能做出这种事,居然能活着回来。 清木也无语,眼睛发直。 王轩道,你们两人想什么呢? 我只是单纯地想看一看,这次是否还能带一些物品回现实世界,求证,求解,我在验证某种猜测呢? 行了,你别解释。 当日,宇宙深处,妖主等人的心灵之光回归,几乎被焚烧掉的红裙开始恢复,然后妖主炎炎的心态就炸裂了,裙子上又少一块。 妖主,你裙子破了。 张道玲耿直地提醒,走,出仓,必须打一架,非这压你不可。 妖主炎炎盯上他了,要拿老张出气。 今天,他忍无可忍,但是,找不到敌人,这是从未有过的事,简直受不了。 我不想动手。 张道玲直接拒绝了,又道,关于这件事,我有些猜测,我和你讲讲这个吧。 方雨竹顿时看向他手中的镜子,明穴教族也来了兴趣。 是和穆天镜有关,你们知道那件质宝是基于什么炼制的吗? 一篇经文,特殊的奇闻,我怀疑,最近有人在神秘之地在练这部经文,再加上其他特殊元素,引发了大灾难要出现的征兆。 机械鸟扑扔着翅膀飞过来了,道,伟大的明穴教祖,风姿爵士的方仙子。 英明神武的张教祖,绝艳动人的炎炎小姐姐,就在刚才,母船收到一份加密信息。 解析,明穴教祖开口,身为他的主人,感觉很满意。 哦,天哪,有图有真相,破案了,你们的烦扰被解决了。 机械鸟夸张地叫道,在那里邀功。 旧土,夜间,王轩打坐,让身心都处在最空灵的状态中,开始认真琢磨这件事,至今他都没想透彻呢。 老陈道,可惜,那艘古飞船深入宇宙,太遥远了,估计得等上几天才能有消息。 希望他们能为我解惑。 王轩点头,然后再次冥想,心神空灵,研究虚实与真假的问题。 大宇宙纠错,超凡世界崩塌,对应着虚。 神话重现,存续下去,对应着实。 一切都在虚实间转换。 王轩思存,有了新的思路。 大幕内为虚,留在现世的仙古为真,虚层代替时,避开天人武衰。 他不断联想,念头又多了。 命土在人体内无法被找到,为虚,而神话却是从虚无的命土开始, 注定是虚幻一场吗? 现实世界为真。 突然,王轩有所感,在这种空明的状态下, 他可以捕捉到无尽虚空外的恶意。 上一次就曾有所觉。 嗯,他又来了。 王轩发现了,在极近遥远的地带, 又一双星红的眼睛睁开了, 又在窥探他,充满了阴冷,贪婪, 占有欲,很瘆人。 与此同时,另一个方向, 有神圣光芒亮起, 有一对男女的影子在诵经。 你们保得了他一时,保得了他一世吗? 星红的眼睛在无尽虚空中发出声音。 王轩在空明的状态中, 居然听到了这种带着浓重恶意的声音。 啊,你们找不到我, 此刻,我在太空中,随时在变换位置。 将来,你们别给我机会, 否则,我会将你们两个也吞掉。 星红的眼睛开合间, 令人极不舒服, 说出的话语忧冷, 给人残忍于冷酷的感觉, 并且从那里蔓延出了低血的链子, 在接近王轩。 不久后, 大幕中, 有一个金色的身影, 在黑暗中亮起, 也在窥视王轩, 眼神冷冽而吓人。 王轩觉察到新情况, 有两个神秘而恐怖的生灵在惦记他。 难缠的诅咒, 算是心灵之光编织的枷锁与囚龙吗? 我能不能即目前的特殊的状态, 将他们的心灵之光给化成虚无, 在陨石通道中格杀, 有针对性地对付他们。 王轩很想尝试, 这两个神秘生物欺人太甚。 月出球下保底月票, 感谢大家。 感谢。